好观众客在士林夜市买到四颗要1800块钱的凤梨世家 交通部长连说了两次不应该 而且呢也建议旅行社向这个导游宣导 别再前往士林夜市的不良商家消费了 不过士林夜市的商家就担心可能会遭到殖余之殃 要求政府要尽速的抓出害群之马 因为这两天来业绩已经一落千丈摔掉了五成之多 看起来相当新鲜又漂亮的台湾水果 四颗一颗不用一百块 却有不肖业者乱喊价坑杀观光客 不但造成合法摊商业绩下挫至少五成 更重伤台湾国际形象 将部长毛治国不得已说出重话 连说两次不应该 将部要求公共局成立联合差价小组 但士林夜市的摊商却觉得部长管太多 只有一个害群之马 整个士林都不要来 那他什么叫毛治国 他是在治理市场还是治理国家 不公平啦 跟士林市场我们可以自行解决 可是外围我们没有办法管 很不公平啊 而且不是我们卖 有人来破坏大家做生意啊 要斩断大家的生机 非法业者乱抬价 苦果却是合法缴费的摊商来承担 将部要求别带团到不良商家 但既然是非法 为何可以摆摊 这才是问题所在